来看到年仅27岁的台湾编舞家蔡博成 以作品浮花广受国际注目 并受邀至柏林Lucky Trimmer舞蹈节进行演出 浮花的创作灵感来自蔡博成对父亲过世之后的想望 以及结合台湾民间信仰 也就是中元节放水灯的传统所创作出的精彩舞马 去年底刚成立的陈武制作团队 以年仅27岁的编舞家蔡博成 所创作的浮花舞马享誉国际 并受邀至柏林Lucky Trimmer舞蹈节进行演出 舞者黄鹏睿以特殊的肢体语言结合音乐律动 表现出水面上的波光幻影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河堤旁 就在黄鹏睿起身后 又一波惊喜在后头 原来另外一位舞者张胜 就躲在白色砰砰裙摆下 良人的结合化身为一个巨人 大幅度的摇摆肢体 需要大量体力和默契的配合 才能展现出自然又柔软的身段 舞者的演出加上神秘的音乐 让这出浮花充满了无限想象 这出作品是编舞家蔡博成 在父亲过世后对生死的心思 恰如作品名称《浮花》 让人看透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基本上浮花这个作品 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水灯 就是我们台湾中云节放的水灯 那因为这个作品是 我爸爸过世之后 我希望送给他一个很好的礼物 然后所以我就把我的心愿 放在这个水灯里面 然后呢 藉由两位舞者 他们肢体的表达 跟情感的放松 然后去反思我对我爸爸过世的 这一段时间 我自己的生命的体悟 跟我希望告诉他的话 强而有力的节奏 一股说不出的思念 惆怅 以及对父亲的回忆 全都寄情在舞者的律动里 充满现代感的意识 同时又融合了台湾民间信仰 是浮花鲜明又独到的特色 也是本届艺术节 最受欢迎于肯定的舞座 由于浮花 目前仅仅只是十分钟的作品 蔡博承也计划将舞座延长为一小时 并在今年底于台北首演 台湾宏观电视 陈思宏 德国柏林采访报导